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幻觉 你不在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想你 有时候手机响了 还以为是你发来的信息 只可惜每次都不是你 不过幸好 现在你回来了 这还差不多 说起来 封闭培训是不是很辛苦 我刚才抱着你 都觉得你瘦了 脸色好像也不太好 是不是 那里的饭不好吃 你等一下 我先让人安排午饭 我刚才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经历了 那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我会陪着你的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会有别人来打扰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 睡到任何时候 下次不要再离开这么久了 姐姐 我真的会很想你